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想大家很在重視我們台北市接下來的一些 還有公共運輸的解封的狀況 那中央在昨天有開始 指揮官有說了一些 記者會有說話 但是可能沒有正式的公告 但我們已經跟北北基一討 我們已經討論過 所以台北市的公共運輸 會從今天同步開始 依照中央指揮中心的指示 我們會同步實施相關的公車捷運 跟計程車戴口罩的措施的鬆綁 那我們是不是請處長先跟我們做完整的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先報告一下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是從4月4號開始 依照CDC的一個指示 就是搭乘公車捷運跟計程車 是全程強制被配戴口罩的 那交通部昨天也公布了 就是說6月7號的時候會部分的鬆綁 那他就針對大眾運輸或運輸廠站入口處 仍維持現行量體溫戴口罩的措施 那進入之後若可維持社交距離 或有適當的阻隔設施時得不戴口罩 這是交通部昨天發布的新聞 那昨天在CDC的那個指揮官也在六 昨天的記者會也有表示 因為捷運較難維持社交距離 近戰一定要戴 像尖峰時就一定要戴口罩 但離封時如果可以保持社交距離 這個指示 那本市就會同步來實施 公車跟捷運的一個口罩鬆綁的一個措施 那這一塊呢 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會持續的要求公車捷運跟 進行車站務人員 駕駛員量測體溫 全程佩戴口罩 做好車輛定時的一個消毒工作 這個部分都不會改變 那我們今天 我等一下也會發布新聞 就說捷運的部分進入扎門 公車上車時 人應該佩戴口罩 那我們會宣導站內或車廂內 如果能夠維持社交距離 可免戴口罩 就是說你上車之後 如果說車廂內 只有你一個人 或者是都距離很空曠 這樣的話 那個時候民眾就可以 拿下口罩 那由民眾自行決定是否繼續佩戴 就是在有社交距離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如果說乘客有感冒或發燒的症狀 務必全程佩戴口罩 這是我們目前捷運公車的一個作為 以上報告 好 我再用白話文講一遍 聽起來很複雜 白話文講一遍就是 站務人員 司機原則上要戴口罩 那民眾進到公車站 上公車的時候要戴口罩 進到捷運雜口要戴口罩 至於你進去之後在車廂或站內 如果你旁邊可以維持社交距離的時候 可以不戴口罩 也就是我們處罰的部分會在 雜口跟上公車 你一定要戴著 那因為中央認為說現在疫情趨緩 所以他不強制全程戴口罩 但是入閘門跟上公車的時候還是要戴 那結論就是我們生病的 有狀況的麻煩你全程戴 那沒有的話因為避免發生爭議的 內部的部分我們就是勸導 那進閘口的時候不戴的話 我們可能就還是依照我們的規定 要做相關的處罰 他們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司機、站務人員、第一線工作人員要戴口罩 進閘門的民眾要戴口罩 上公車的民眾要戴口罩 但是在車上旁邊有社交距離可以不戴 這這麼簡單 那有生病狀況的人一定要戴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會再等一下發正式新聞稿 跟其他的縣市同步實施 以上 好,我們現在開始提問 那個聯合 到底想問一下說 所謂尖峰的話有限定是幾點到幾點 包含上午跟下午之類的 我們現在應該分不了尖峰 就是你要自己判斷你有沒有社交距離 也就是說你旁邊叫做 你四下五人的時候當然可以拿下來 但是如果你旁邊隔壁就坐了一個人 那可能就是一個不到社交距離的 也就是說中央現在是鬆綁的狀況 所以尖峰離封實在很難認定 重點還是我們只能管閘口 對,就內部的部分還是 我相信現在公車捷運都會有所謂的一定的禮儀 也就是說大家會認為是這個 而你不帶可能人家也看你怪怪的 那我們原則上政府部門不強制了 傳統市場入內採過時間的話 可不可以考慮鬆綁 不用強制配戴口罩 傳統市場的部分中央也是當時中央統一下 你目前還沒有討論說要開放 所以我們也暫時是依照中央的規定 那的確也是戴口罩的部分其實是可以考慮了 但是因為它還沒有鬆綁 所以我們市政府目前還是暫時執行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目前是傳統市場的攤商一定要帶 然後進入的人也要帶 那如果就算是進入的人不帶的話 攤商帶的部分我們還是 目前為止還是認為說 如果接訂一般不特定多數人 像台北市政府第一線工作人員 我們還是要求帶 就是你碰到的是不特定的人的話 也保護攤商啦 對,這個是目前為止中央還沒有完全鬆綁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要等中央在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還有沒有進一步的問題 來,請東升 副市長我想問有關於振興券的部分 那昨天議員有說 北市其實可以有加滿一億元 然後可以抽獎等等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現在目前振興券的 三位券的這個進行度是什麼 我們昨天,剛剛我上來遲到 就是因為我們正在討論這個事情 中央到地方 剛剛其實我們商業處市場處跟觀傳局 其實在兩三個禮拜前就在討論相關的內容 那第一個我們要談算一下我們的預算 第二個就是振興券的細節 當時都還不清楚 那現在已經確定了 它是各種支付方式都有的情況下 我們也昨天晚上也著急了悠遊卡公司 一起來討論悠遊卡跟悠遊付 還有台北市的自己的支付工具 跟這個振興券還有我們商圈跟夜市跟我們的旅宿業者 還有台北市的觀光景點怎麼統一的來做整合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錢留在台北市 台北市民的錢留在台北市 我們也希望其他縣市的民眾他也可以到台北市來做旅遊 為什麼因為今年是全國的人民都不會出國旅行的一年 這個暑假會非常的熱鬧 所以怎麼樣讓國旅的市場能夠整個擴大 尤其台北我們這次受傷很嚴重的原因是 我們台北以前都是靠著國際觀光客 國際觀光客沒有入境 其實對台北的觀光業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是整體來看 所以並不是我們我們本來是有各種不同的活動 所以後來昨天我們已經討論過要全面整合在一起 包括提出相關的抽獎或其他的加碼 都是應該整個市府來看 我們會用比較完整的方式 整個配套完成之後會對外做公布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像其他縣市或者是一些業者 你看中央給了這麼多的方案之後 銀行業者大家都殺到劍血 我們希望他是一個健康的競爭 那我們希望在台北市我們是讓市民很快樂的消費 我們自己的一些支付工具我們也會拿入檢討 所以完整之後大概下禮拜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話 會跟各位做說明 好,來,TPPS 我想再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公車上已經開始有人不戴口罩 我想問一下公車上怎麼樣才算是保持社交距離 那在公車上現在沒有戴口罩 其實司機他們也不會強制大家戴口罩 那這一部分未來還是會強制要規範嗎? 因為中央不規範 所以現在中央就是說只要你能做到社交距離就可以不戴 所以這就是我們很confused 我們只能管上車跟進閘口 目前為止只能做到這樣 如果今天公布之後 他在公車上沒有戴口罩就沒有處罰的問題了 好,一定是 怎麼樣才算是保持社交距離 在公車上 那大家可以用手來量這樣子 好,差不多是 就是你是一公尺半嘛 這樣子大概三公尺 對 就你前後左右市長的說法是四下無人的時候 你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你四下無人 你四邊都沒有人的時候 但是這就是我們很無奈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就不管內部 我們就只能管閘口 上公車跟進閘門 他只是要確定你有戴 你身上有一個口罩 隨時可以戴著 這個我覺得也是對的 但如果說真的旁邊四邊都沒有人的話 其實是 以現在疫情的狀況是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如果你旁邊緊鄰了一個座位有人的話 基於禮貌應該還是要戴 好,一件事 我想要請教那個疫情外的問題 那個北市議員羅志祥爆料說 在台客大社團裡面 就是有人對這個返鄉投票的人 招手說只要提供就是購票的車票收據 就可以撥500塊的這個獻金 這是不是違反了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這昨天那個法務局長已經說明了嘛 這個法院都有很多的判例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不便表示意見 主要是事實證明的話 他可能應該要向檢調單位提出檢舉吧 如果是像台北市警方提出相關的檢舉 台北市警方也會依法辦理 市警方提供署人員 提供財